每次那個噴嚏感一來的時候啊 就是你又要 路上面然後你下面又要hold 女生真的很辛苦 憋尿真的是大忌 你已經很辛苦了 該尿尿就去尿尿吧 大家好我是Ella 歡迎收看姊姊holde住 為什麼會有這個特別的單元呢 因為身為女性 姊姊懂女生的苦 你看我們年輕的時候 月經來的時候怎麼樣 肚子痛啊 然後你生完孩子的時候 身體有很大的變化 年紀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 年齊大魔王又等著你 那姊姊今天就是來體諒大家 分享一些姊妹們的一些經驗 然後也尋求專業的一些建議 非常榮幸的 可以為大家邀請到我們婦產專科醫師 沈思宏醫師 沈醫師歡迎你 大家好 哈囉我是沈思宏醫師 沈醫師我想請問一下 是不是很多人都有漏尿的困難 是啊 根據調查大概35歲以上的女性 大概有四分之一都曾經有過漏尿的問題 四分之一 咦各位 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 其實大家對於漏尿有很多很多的困擾 所以我整理了以下的三個問題 第一大迷思 只有老年人才會漏尿嗎 不見得 很多人都因為把漏尿這個問題 跟老化歸類在一起 所以不會去正視這個問題 但事實上 一半的輕度漏尿患者 他們的年齡都在40歲以下 這麼年輕 因為造成漏尿原因很多 包括懷孕 生產 然後手術 一些特殊疾病 再來就是長期的憋尿啊 生活高壓啊 作息不正常啊 都會造成容易漏尿 女孩們注意了 漏尿是不分年齡的 不是只有懷孕的人 或者是老年人才會漏尿 來我們來看看第二大迷思 自然產才會引發漏尿嘛 其實我的確一開始以為 是因為我生產的過程當中 比較辛苦 然後造成很大的傷害 才造成我漏尿的問題 但是我發現好像不是這樣對不對 對 事實上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身體裡面有一塊肌肉 叫做骨盆底肌 那它就是負責撐著我們的子宮 膀胱還有直腸 還有控制他們的開口 懷孕這個時候 10個月長期的負重 導致骨盆底肌慢慢的鬆弛嘛 那生產的時候可能因為 使用的力氣不對 用力的時間過長 就加重了漏尿這個問題 那有的人想說 我脖腹殘就好啦 我脖腹殘就可以解決 我這個漏尿的問題 事實上不然啦 懷孕的時候 如果就有漏尿的問題 脖腹殘並沒有辦法解決 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只要懷孕就有可能漏尿 不是跟自然產或脖腹殘 有太大的關係 第三大迷思就是 輕微漏尿症狀 使用衛生棉就可以嗎 其實網路上很多人都說 他們只要有漏尿的問題 都是用衛生棉 或者是護墊來解決 因為覺得都長一樣 反正就是拿來吸的嘛 可是其實是不一樣的 這點我們請醫師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衛生棉的設計本身是 用來吸收比較濃稠的精血啦 那尿是比較稀一點的嘛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一些 像是吸水棉這樣子的產品 第一個它吸收的是比較水狀的尿液 再來一個就是它的吸收力比較好 另外一個就是它有除臭的功用 像姊姊最近代言的 護得住吸水棉 其實呢它的吸收力就是 一般溫生棉的兩倍 然後它可以除臭 還可以抑菌 所以呢 漏尿就要用吸水棉 專業的吸水棉 才可以真正解決你生活上的困擾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回答一些 粉絲私訊的問題 有些人就問說 生第一胎的時候 不管是孕期或產後 都沒有漏尿 他想說他的肌體還不錯 沒想到他生第二胎的時候 從孕期後半段就開始漏尿了 生產後也還有 現在只要用力抱小孩 就會忍不住 這是什麼狀況 這種我們稱作是屬於 輕度型的壓力性尿失禁 好像肚子腹腔是一個氣球 如果基於你 比如說打噴嚏 或者是咳嗽 放小孩 突然的腹腔 讓整個腹肌往內縮 造成這個氣球的壓力 急劇的上升 底下這塊肌肉的力氣不夠 那它就整個往下掉 就會有漏尿的狀況 哦 但他剛剛提到 他第一胎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生第二胎有這個問題 是因為累積下來的嗎 其實在產後 大家可以開始嘗試做一些 凱格爾運動 就是我們說的補盆底肌運動 藉由刻意的練習 去加強肌肉的強度 其實它有點像是 憋尿的感覺對不對 就是尿到一半把它hold住 所以你可以自己這樣練習 那如果真的練不來的話 其實那個汐水棉 也可以幫你一些忙 來解決我們網友第二題 上班太忙 常常憋尿 那麼常哦 有一次在座位上打噴嚏 實在憋不住 就這樣尿出來 真的有夠尷尬 醫生怎麼辦 這個其實就是長期憋尿 因為你長期憋尿會讓你的 膀胱的神經 這個肌肉的神經變得比較沒有 那麼敏感 長期下來之後就是 膀胱會慢性發炎 那有的人是因為長期壓力很大 疫情像是小尿尿 膀胱長期沒有受到訓練 造成一種叫做 膀胱過動症 憋尿真的是大忌 女生幹嘛這樣 你已經很辛苦了 該尿尿就去尿尿吧 不要再逼自己了 然後也不要再逼破你的膀胱 好嗎 我們來看下一題 這位網友他說 他最討厭追公車了 跑起來的時候最憋不住 我之前就是這樣 我之前有一陣子去拍戲 然後我維持體態嘛 我早上起來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去健身房跑步 我嚴重到是我的 護墊 內褲跟外褲一起濕掉 就跟剛才一個壓力性的 尿失禁的原理 其實是一樣的 這個壓力真的太大了 比如說像你體重物啦 跑步啦 瞬間負壓增加 都會造成漏尿的狀況 每次那個噴嚏感一來的時候 就是你又要 路上面 然後下面又要hold 女生真的很辛苦 所以現在 如果你認識了這個產品 護得住吸水棉 可以讓你不用顧下面了 你只要把上面顧好就好了 今天呢 非常謝謝大家收看 姊姊holde住這個單元 然後也希望我們今天的提問 可以為大家解決一些 你生活上的困擾 那現在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就是我們 護得住官網有推出了 免費適用的活動 然後你試試看這個感覺 或許它真的可以減輕 你生活上的一些負擔 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 或者是你有任何的感想 還有疑問 都歡迎你們在官網上面留言 謝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也謝謝我們沈醫師 來現場為我們做解答 謝謝 掰掰 謝謝大家 結婚了嗎 我結婚了 蛤 你有小孩嗎 有三個 有三個小孩 你老公他會不會捨不得 你還讓你又再生第三胎這樣 因為他覺得我是婦產跟醫生 我可以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 我們需要老公的支持啊 懂不懂啊老公 那 差不多 OK啦 可以分上下集 為敗